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会儿于世青师傅给大家做美食的时候咱们再给您介绍 今天于世青师傅给大家做什么呢 就做一道咖喱黄金饼 活面的时候加入什么神秘原料 可以使做出的发面饼更蓬松酥香 咖喱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好处呢 打烂都在今天于世青师傅给大家带来的这道咖喱黄金饼中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猪肉馅 洋葱 咖喱粉 面粉和芝麻 这个就是面粉 就是普通的面粉 大约有一斤左右 要弯这面粉里加上这么三小勺白糖 它有甜味 这个三小勺起不到甜味的作用 因为我们要活的是发面 糖在这里边是有点助发的作用 您这是什么 酵母 酵母粉 放一点点泡打粉 这么着我们的一份发面料就配好了 我们平常活发面的时候呢 然后呢是用水 对呀 今天这个咖喱黄金饼啊 用牛奶和面 牛奶和面有什么好处啊 一个呢是增加成品的风味 有牛奶味了就 然后其次呢 它煎出来的这个饼啊 肯定更酥香 那就是说 如果用牛奶和面 应该是这种 发面类的 发面类的 煎着吃的 煎着吃的 蒸着吃的 对 糕啊什么的全都可以 这面揉差不多 要醒吗 行 醒上十多分钟 放到这儿 醒的时候 咱拿着大盘子给它扣上 行 好吧 现在开始炒咖喱馅 这是五花肉 我们呢给它配上点洋葱 洋葱末 然后呢 这就是咖喱 咱们要炒的那个咖喱 这咖喱我得好好看看 据说这个咖喱 它起源于印度 说印度这个地方呢 这个空气啊 气候比较潮湿 但是一潮湿一热 人们就不想吃东西 所以发现一吃这咖喱 做的食物 胃口大开 咖喱当中还有一种 姜黄素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对人体内的这个蛋白 可以起到激活的作用 所以说老年人 说每周吃这么一两回咖喱做的食品 可以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 所以这个这是个好东西 这会我们把咖喱放进去 再继续炒 继续炒 好这会啊 您记住了 这火呢可能不能太大了 稍微微小一点 这咖喱粉放进去 马上这咖喱的香气就出来了 我们呢要调一下味儿 调味儿 酱油 放上这么两勺酱油 对让它颜色更红亮一点 少调一点味精 然后盐呢少许 为什么少许 因为咖喱本身是有味道的 有点淡淡的咸味儿 到这会儿再把剩下的这点洋葱加进去 这咖喱啊和洋葱应该也是绝配啊 给它稍微少勾一点芡 让它的汁呢 爆得更均匀一点 淀粉放进去啊 一定要给它炒熟 来勾一点芡之后啊 明显的啊 变稠了 就变稠了 就好像更滋润了 对 好 差不多了 好嘞 咖喱馅料完成了 这时面也醒的差不多了 下面就开始揪剂子 擀面皮 面皮要擀的中间厚四周薄一些 好了 一切就绪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于世青师傅 一起制作咖喱黄金饼 如果呢 今天想吃馅多多的 我们就放上多一点的馅 对 我也学着包 顺着这边 开始这么给它把口捏起来 刚才我注意于师傅在放馅的时候 他拿这勺子时间 一定要压一压 这样可以多放一点馅 把口一定要收盐了 这不包的吗 对啊 我们把它倒过来 倒过来 再按一下就成了饼了 我这馅有点多 这您能给弄上吗 这个 没问题 不管用什么办法 我们都把它给收起来 把馅呢 给剥在里边 嘿 我觉得您还真是 您这研究面食的 就是跟咱们在家做饭不一样 没有 要是在我们这么做风这个口 可真是没这么讲究 也不这么好看 就是风的省 老风就没问题了 对 表面刷上一点水 然后给它沾点芝麻 刷点水 您看我刷这水 一定要反复的刷 为什么呀 芝麻粘得牢 把它这面刷出面尖来 看见了吗 它能粘住这芝麻是吧 对 这芝麻是生芝麻 生芝麻 因为一会儿一煎 它就变成熟芝麻了 你要用熟芝麻 就变成糊芝麻了 是吧 我们这黄金饼 初步的就做好了 那咱就该上锅煎了 先蒸了 好 先蒸 准备要往里放了 蒸发面一定要开锅 开锅 最好刷点油 刷点油 或铺点保鲜膜 好 好 盖盖 先蒸 大概蒸多长时间 到这会儿一定要蒸够十二分钟 十二分钟 咱们等十二分钟 行 十二分钟 看看 鲜锅 关火 简大了吧 呦 长了可不少啊 发面嘛 现在你看它不粘吧 嗯 好 我们准备这么一个瓶锅 加上少许的油 就隔着这瓶我都闻见那咖喱味 咖喱味 都有咖喱味 油呢烧的差不多有三四层热的水 把这饼那面给它放进来 开始煎这面 哦 先煎芝麻那面 道理是什么呢 煎这面呢 我是喜欢这么摁它呀 芝麻不掉 哦 呦 看 这家伙 进锅就黄了 你看 这芝麻就是不掉 不能说一个不掉吧 基本上就是一个都没掉 您听这声音 就是因为什么 牛奶和面 这么煎出来会更酥香 对 这更漂亮了 这更漂亮了 这个火不能太大 对 不能太大了 太大一会就糊大发了 因为这面里边有牛奶 好 像这个 这行喽 嘿 您说漂亮不漂亮 啊 好 我们的黄金饼就要煎好了 这道蓬松酥香的咖喱黄金饼 您学会了吗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面粉中加入白糖 酵母 泡打粉 用牛奶 和成面团 并醒十分钟 起锅 放少许的油 分别倒入洋葱碎 肉馅和咖喱粉 边炒出香味之后 放酱油 味精 盐 勾薄芡 捞出备用 把咖喱馅包进面皮当中压成饼状 饼皮上蘸少许的水撒上芝麻 上锅 蒸十二分钟之后 再用小火煎成金黄色即可 好了 这咖喱黄鱼饼就做好了 这个营养丰富 关键是风味独特 味道鲜美 味道鲜美 怎么样 您不想尝试着做做咖喱的美食 既然咖喱这么好 对我们健康这么有益 希望您从今天开始就喜欢上咖喱做的美食 也祝您身体健康 天天饮食 我们明天再见